蓝音支持者现在很担心的是 侯友宜的民调持续下降 国民党这边到底有没有办法整合呢 详情交给佳琪 国民党决定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参选总统 不过时时等不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大团结 现在侯友宜的团队月底就要先整队来出发了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自从侯友宜宣布要参选总统之后 他的民调目前显示都是垫底的状态排名第三名 那么蓝音人士就说了 因为现在有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侯友宜的团队跟党中央 似乎没有实质的来做对接 所以很多东西可能都对不上 但是辅选的跃脚当然就紧张了 现在都已经在选战的状态了 那么他们就说了 侯友宜的团队一直自认为这政治能量很强 尤其是过去在新北市都有选出不错的好成绩 他们始终是认为自己的民调 应该就是排名第二 引发了基层的焦虑 不过我们大家也看到的是 其实在侯友宜下乡的时候 到了屏东县 屏东县议长就有提醒侯友宜 要赶快打电话给郭台铭 要促进团结合作才有一定的可能 但侯友宜就说了 我已经打了六通了 但是郭台铭始终都没有接电话 就连之前去拜会韩国瑜 虽然韩国瑜也说愿意来支持他 但是目前局势 似乎还是比较混沌不明的状态 韩国瑜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表态或出手 不过传出现在党中央打算要派 叫朱立伦的爱将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市政顾问 陈国军 传出到六月底就要辞职 加入了侯友宜的竞选团队 但是会不会释放这样的权力 现在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而要带你看到的是 现在包括了朱家军跟马家军都就位了 他们说要低调帮忙保持沟通 希望能够打赢着2024的这一场仗 不过佳琪 龚道伯王金平是不是现在开始出手 要帮忙侯友宜了 那么莱茵基层现在当然就很焦虑了 侯友宜的民调始终没有起色 到底该怎么选 那么现在传出已经找出了龚道伯来出手 这个人就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要来帮他组成后援会给侯友宜加油 不过我们先带你看到基层焦虑这个部分 尤其是最近在国民党里面 有不少议员都说不排斥 要跟柯文哲来做合作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他刚好也要选大安区的立委 那么他就找来了高雄市的前新闻局长 被认为是韩家军 色彩很浓厚的王潜秋 说要共组政党轮替大联盟 当然外界就解读了 是不是就是要说不支持侯友宜 支持柯也可以 他说理念被带歪了 不管柯侯都是次要问题 他们觉得政党轮替救台湾 才是他们的重点 不过这样的动作 已经引发了无限的议论 不过现在侯友宜的团队 当然希望这龚道博 王金平出来帮帮忙 他也即将筹组这后友宜立委的后援会 那么过去是立法院长的身份 当然很多的立委都要卖王金平的面子 那么传出在7月5号的晚间 他们就要在饭店来聚餐 除了前立委 像是潘维刚 朱凤之 黄昭顺之外 那么包含了现任的曾明宗总招 他们都会通通来邀请 希望越来越多的立委 可以加入侯团队的联盟 而且民进党最近则是受到 性贫事件的冲击 像是之前传出的性骚扰事件 不过他们好像清理战场的速度很快 还有哪一些善后的做法呢 民进党性骚案连环报 而党主席赖清德说这一回不用再以大局为重了 性骚零容忍 该报就要报 不过现在除了处理这些性骚案件之外 党主席他们现在也要求所有的党部的人都要来上性贫课 而上课的人也包括了党主席赖清德 而他们找来的是谁呢 他们找来的是高雄女性权益促进会的副理事长 黄家运来上课 那么透过他自身的经验来分享 其实过去这个黄家运 他是台湾第一个被性骚扰的人 而且成功的让这个加害人离职的案例 他还透过自身的心力来分享 讲一讲他当时的心路历程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不过台下听的这个主席赖清德 也让他觉得印象深刻 他说过去他很多以为说 党主席只是来听听而已 就是把课听完就好 没想到他认为赖清德很多观念很正确之余 还会来提出问题 所以让他觉得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他也提到了一些建议 包含了现在民进党在面对性骚事件 你当然除了修内规之外 你应该要知道性骚案发生的同时 你就要启动调查 而不是以提申诉为主 那么当下就会对这个被害人造成很大的伤害 资商跟法律要介入协助 加害者也应该停职 接受调查才不会让被害者 觉得有恐惧的心态 还认为这些条件 可以供给民进党来做参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